在长春有一个很有名的地方 叫做长春大桥 这个地方距离各国的使馆很近 然而从九十年代开始 在这个长春大桥的附近 经常会有一些战阶女 在这里来回的销售着自己 她们基本上都是从外地来到这里的战阶女 长期在这里做生意 有一些居民反映说 她们在这里很多年了 每个女人都是浓妆艳抹的 很多女人冬天也穿着丝袜 下雪天还穿着高跟鞋 很多嫖客都是直接开车过来 摇下车窗消谈几句 女的上车就走了 有的时候因为这些妓女和嫖客 价钱商量不妥 那就直接开车离开了 那战阶女就特别气愤 又摔车门 又摔脸子 嘴里还骂骂咧咧 这些战阶的也不是很多 但是一年四季都有 警察抓得紧的时候 这里就只有两三个人 她们年龄也不限 大多是二三十岁 也看到过四五十岁的 这些战阶女 大多都是结过婚的 家庭的负担比较重 而且还有一些姿色 她们最初来到长春是打工的 后来嫌赚钱少 或者是好以务劳 就逐步走上了这条路 这些战阶女的收入 那可是高于长春市 普通市民的一大截 每个月出去吃饭 房租的开销 还能存下不少 比打工的收入高得多 代价是呢 她们每个晚上通常要接几个客人 阿娟呢 就是这些战阶女当中的一个 她是河北人 儿子已经九岁了 阿娟的丈夫啊 是个懦弱无能的人 而且还喜欢喝酒 只能留在老家种地 而农民种地呀 那年代可是没什么收入的 阿娟家呀 是全村最穷的一个 她的儿子 一度连学校的伙食费都交不起 经常被同学们取消 在这种情况下 阿娟为了家庭啊 能多一些收入 就投靠在长春市的姐姐 打了一份零工 姐姐呢 暂住在长春市区的一个出租屋里 很爽快的 就答应收留了阿娟 姐姐和姐夫 那也是长春市最底层的打工者呀 姐姐呢 给人做保姆 姐夫呢 是给人开夜半出租车的 而且呢 夫妻两个人 还要养活两个孩子 那生活呀 也是特别的困难呢 姐姐姐夫 所居住的出租屋 是一室一厅 本来是姐姐和姐夫 睡在客厅里 两个孩子 睡在卧室里 阿娟来了以后 就连个睡觉的地方都没有啊 无奈事下呢 她只能在客厅里 弄了一张折叠床 两张床 紧紧的靠在一起 姐夫和姐姐呀 那对阿娟是真的不错呀 但是阿娟明白自己呀 给姐姐姐夫 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她曾经啊 听到姐夫 偷偷的向姐姐抱怨说 哎 我也不是说你妹妹 不能来这里住 但是咱们的房子这么小 不方便呢 她一住就是半年多 我们还要处处小心 夏天 连光膀子都不行 我上厕所 还得先敲敲门 看看有没有人 你看 咱俩都一两个月没亲热了 搞得我像和尚一样 阿娟呢 听到姐夫的话 并不埋怨姐夫 姐夫的抱怨是有道理的呀 阿娟在心里呀 只希望尽快的能够赚到钱 能够租一间房搬出去 在长春市的工作呀 不是很难找 但是想要存钱可太不容易了 作为文化程度 只有小学文化的阿娟 就连做营业员也不太合适 只能做一些底层的服务员 在小饭店里打打工 这种地方的收入啊 那还是比老家要高出一大截的 但是长春市的消费也高啊 单单房租就高得离谱 如果租一个房子 那打工赚下来的钱 可就所剩无几了 这个时候 阿萱八岁的儿子 在学校里面和同学调皮 两个人爬墙头的时候 同学把腿呀给摔断了 阿萱的儿子呀 曾经在这一起爬墙的时候 拽了同学一下 是有一定责任的 派出所啊 就让阿萱的家里 承担一半的医药费 就算是一半的医药费 也得好几万呢 阿萱当然是拿不出来呀 对方家长隔三差五 就来要这儿 阿萱的丈夫是个窝囊废 经常被人堵着门口骂 儿子也哭着不肯上学去了 这种情况下 阿萱心一横 就豁出去了 他在这个饭店里端盘子的时候啊 认识了一个经常来吃饭的老乡 战阶女阿萱 阿萱三十二岁 阿萱三十三岁 两个人算是同龄人 比较投缘 阿萱啊 就曾经劝说阿萱 阿萱呢 你也不是没结过婚的小姑娘了 有些道理你也明白 我们这样的女人呢 一没有文化 二没有关系 三没有技能 想赚大钱 只能去卖了 你现在这个岁数 其实已经偏大了 还能卖一卖 再过几年 你想卖 也没有人买了呀 我知道你是良家妇女 觉得丢人害臊 你就当那些来嫖你的男人 都是畜生 都是公告 忍上几年 等赚够了钱 就回家享福去 谁也不知道 你干过这个呀 阿萱 当然是不愿意呀 因为他的心中 还有着几分羞耻之心呢 我记得大文豪鲁迅先生 曾经说过呀 我翻开历史一查 这历史没有年代 歪歪斜斜的 每页上都写着 仁义道德几个字 我横竖睡不着 仔细看了半夜 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 满本 都写着两个字 诗人 其实自古以来呀 穷人的死活 又有谁真的关心呢 最终 阿娟干脆 就把自己给卖了 同阿芳 一起做起了战监女 阿娟的个子 又矮又瘦 没有胸 还没有一个好屁股 好在呀 是略有一些姿色 人呢 很温和 他这个生意呢 倒也还可以 而阿娟 打听主意 坐上三年 就回家 于是 他什么客人都接 上到小老板 下到民工 平均每天晚上 都得接 至少两三个人 由于当时抓得紧呢 阿娟呢 很多时候 是和这些嫖客 在车上办事 或者呢 去附近的树林里 只有很熟的客人 要求包业 阿娟 才会将他们 带回自己的出租屋 看了这行的以后 阿娟的收入 确实高了好几倍呀 但是姐姐 却和他闹翻了 姐姐认为呀 就算是饿死 也不能做这一行啊 万一要是被老家的人 知道了 你儿子以后 还怎么娶媳妇啊 不过 阿娟说的也很有道理呀 现在 我们乡下 儿子娶媳妇 没有几十万 能娶到吗 我不做这一行 大力有钱呢 儿子 一样娶不到媳妇啊 姐姐啊 就这样 和阿娟闹翻了 双方以后 很少联系了 2001年 两个人通电话的时候 又吵了一架 最后啊 长达两个月的时间 没有联系 姐姐呀 打了一个电话 给阿娟 手机呢 是关机状态 姐姐对这个 不走正道的妹妹 很是生气呀 没有连续拨打 阿娟呢 会带着嫖客 回到出租屋里 做那种事 姐姐几乎 不去 她的赞助地 以免尴尬 两个月后 老家一个长辈啊 来北市办事 顺便呢 就请阿娟姐妹吃饭 这个长辈啊 在村子里 是很有面子的 姐姐只好打电话 给阿娟了 但是啊 奇怪的是啊 两天之内 姐姐连去 打了四五个电话 阿娟的手机 始终是关机状态 这下子 姐姐奇怪了呀 阿娟呢 是做那个生意的 平时 一些熟客 都是通过电话 连连交易 那不可能 手机好几天 不开机呀 姐姐 就隐约地感觉到 一丝不祥啊 急忙就和姐夫两个人 赶到了阿娟的 出租房里 两个人 有一把出租屋的备用钥匙 帮帮帮 敲门之后 屋里没什么声音 他们就用着钥匙 把房门给打开了 门刚刚一被推开 两个人立即 闻到了一股恶臭之味啊 姐夫的社会经验 是比较足的 他立刻将老婆 推到了门口 自己进去查看情况 几秒钟之后 姐夫啊的尖叫了一声 跌跌撞撞地冲出大门 满脸恐惧之色呀 姐姐就问了 怎么回事啊 阿娟呢 姐夫没有回答 突然弯腰 剧烈地呕吐了起来 15分钟之后 警方赶到了现场 法医呢 先行进入出租屋 即便经验丰富的男法医 走进了房子 刚看了一眼 也下意识地 重重地哼了一声 现场极为恐怖啊 床上躺着一具 几乎已经白骨化的尸体 只有一些残存的人体的组织 这就是阿娟呢 经过法医 初步估算 阿娟早在一个多月前 就已经死亡了 那么阿娟 是不是自然死亡呢 当然不是了 在尸体骨架的内部 赫然发现 有一根拖把的杆子 法医震惊之下 认为这个拖把杆啊 是从死者的下体插入进去的 戳破下体之后 深入到腹枪之中啊 可见这个人 下手的力量使用的非常大 非常的狠毒 甚至是变态啊 至于阿娟的死因 显然是他杀 阿娟的头部 遭到过重击 颅骨多处塌陷变形 床上还有一滩几乎看不见的血迹 杀人的凶器 应该就是丢在地下的电运洞 阿娟的双手和双脚 都被连衣绳给捆绑起来 显然是歹徒所为 屋子里面被翻得乱七八糟 阿娟的手机和部分化妆品 衣物都不知去向 显然这是一起 极其惨烈的恶性杀人案件 民警随后就走访阿娟的邻居 这也是一群租房的居住者 阿娟对门的邻居表示说呀 在这个地方啊 都是低档的出租屋 人员流动量很大 大家互相都不认识 一些出租屋更是长期闲置 里面只是在堆货 并没有住人 大概在一个月前 他们确实闻到了一股臭味 而且这个味道是越来越浓 他们认为肯定是谁家呀 在屋子里堆了一批什么肉类 或者酱类的 天气一发热就发臭了 他们多次找到局委会反应 可惜啊 这个地方管理难度太大了 根本找不到每一家的屋主 又不知道臭味具体是来自哪一家 最终啊 也是不了了之了 局委会的老太太呀 曾经两次敲过阿娟的门 但是没有人开门 也就只能作罢了 邻居回忆啊 在闻到臭味之前的几天 也没有听到什么异样的声音 他们倒是看到了 有不同的男人 进出阿娟的家中 不过 这年头啊 绝大部分中国人都是 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 不管别人的闲事 也没有人留意 根据现场的情况分析 杀人案 发生在一个半月以前 似乎是一个嫖客 伪装成同阿娟 进行混绑游戏 随后将他残忍的给杀死 他用电运斗 将阿娟砸得 奄奄一息之后 歹徒还不解气 用拖把的杆 从他的下身 用力的戳入 直接戳入了腹枪 而阿娟此时还没有断气 看起来这个歹徒 似乎和阿娟 有什么刻骨的仇恨 下手异常的狠毒 这边警方就调查了 阿娟生前的朋友 但是只找到了 同样是战军女的阿芳 阿芳一开始啊 百般的推托 不愿意啊 去公安局接受盘问 好不容易 这才让他答应 和警方合作 对于阿娟的惨死 阿芳颇为悲伤 他说 做完这行的 被人杀了 也并不稀奇 死的人太多了 只是没有想到 阿娟才做了一年 就遇到了这种事 阿娟做了这行以后 就和我不太联系了 我们只是偶尔见见面 我也能理解 他是个要面子的人 做了这行 也不想让老家人知道 我们都是一个县的 他也许 是不想和我太接近了 防止我泄密 民警就说 阿娟出事这么久 你为什么没有找过他呀 阿芳说 哎 我还以为他去别的地方 做了呢 阿娟经常抱怨 在这里的房租太高 在这里占街的性价比不高 还不如回他老家去发展 现在呀 河北经济也不错 生活成本更低 干我们这行的人 流动性很大 今天在这里 明天在那里 我有一段时间 没有看到他了 打了几个电话 都提示关机了 我以为他去别的城市了 手机也换了 也就没有在意 我接触的人多 也算是见多识广 什么都见过 不告而别 又算什么呢 民警就说 那阿娟 有什么仇人吗 阿芳说 仇人 看我们这一行的 能有什么仇人呢 我们站街的 说难听 就是活着的机器人 专门 为嫖客服务 这些嫖客 没有把我们当人看 我们也是一样 大家都是逢场作戏 我们满足他们的生理需要 他们满足我们的金钱需要 就这么简单 我们和卖香烟 卖冰棍的 其实没什么不同 一个买 一个卖 哪里会同人结仇呢 同行之间 也谈不上什么仇恨 阿娟这个人 老是胆小 从不惹事 连熟人都没几个 更别说仇人了 民警就说 那你有什么 要向我们反应的吗 你好好想一想啊 你们以前 也算得上是朋友啊 不要让阿娟白死啊 阿芳听到警察的话 思考了一会儿说 对了 我想起来一件事 阿娟这个人 很谨慎 只有非常熟的客人 才会带回出租屋里过夜 你也知道 我们这一行 是高危行业 经常有战监旅 无期的就失踪了 也不知道 是去别的城市了 还是被拐卖了 还是被人给杀了 我上次听阿娟说 他前后带回出租屋里的 不超过15个人 都是在本市 有家有口 有稳定收入的人 最低程度不会犯罪 民警就说 那你说说看 都有什么人呢 阿芳回忆说 有一个 是开公司的小老板 有一个 是某中学的老师 有一个是某机关的小干部 还有一个是某工厂的车间主任 一个是开吊车的司机 一个是开水泥灌车的司机 民警这时候 打断阿芳的话说 等一等 你最后 说的是什么 阿芳说 我说的是 开水泥灌车的司机呀 民警说 谢谢你 这个线索非常重要 阿芳 不知道的是 阿芳的遇害呀 并不是孤立的 而是 系列串案的 早在三年前 1998年9月 在长春市区的一片玉米地里 赫然发现了一具骷髅尸体 受害者是一名年轻的女性 推测起来 大概有20多岁 死于两个月前 是被人掐紧致死的 通过受害者携带的小包里 放着七八个散装的避孕套 以及性感的衣着来判断 她可能是一个战监女 不过呀 这个案件呢 并没有任何的线索 连受害者究竟是谁 警方也搞不清楚 一直无法侦破 一年之后 在长春市区的一个出租屋里 东北黑龙江级的战监女吴某 被人掐死在床上 阻碍手段 和之前七本一致 吴某是系列案件之中 第二个知道身份的人 他和他的表妹一起卖言 差不多一年之后 在本区的一个玉米地里 又发现了一具无名女尸 同样也是一个战监女 这个女人被人用手掐了之后 没有立即断气 歹徒竟然用一根长长的玉米的接杆 从他的下体里插入 深打腹枪 女人这才惨死 歹徒杀人的手段极为凶残 又是连续作案 引起了警方的震惊 可惜啊 歹徒呢 是一年作案一次 留下的线索几乎是零 没有目击者 这三起案件 都没有被侦破 没想到 歹徒逐步的减少了杀人的 间隔时间 仅仅三个月后 在本区的一口废弃的井内 发现了一具裸体的无名女尸 根据女尸的化妆 纹身等判断 这个女尸很可能生前也是一个战监女 被人用手掐之后 又被砸头 最终惨死 四个月之后 本区的一个垃圾场里 惊陷了一名无名女尸 死因相同 最夸张的是 一个月后 在本区某建筑公司的厕所的 分池当中 发现了一具裸体的女尸 这个人 被人掐死之后 下体又被插入一根钢筋 直接插入胸膛 导致死亡 而歹徒的手段 残忍到 已经令人发指的地步 有着明显的变态的迹象 作案频率 也是越来越高 至此呢 警方就已经啊 发现了六起同类的杀人案 推测凶手 是同一人所为 而建筑公司厕所里的女尸 被发现一个月之后 阿萱 也被人残忍的 杀死在出租屋里 前前后后死了七个女人 歹徒 似乎敢于一个月 杀死一个人了 这个案件被警方定为重大案件 成立了转组 要求现期破案 不过这些死者呀 都是战阶女 除了阿娟 和吴某之外 其余五个人 连身份都搞不清楚 根本就没有办法进行排查 现场的线索 更是少之又少 自然 由于专案组 非常重视这几个案件 反复的走访周围群众 还是得到了一些线索 在拉了一场女尸案之后 警方询问这里的管理员老汉 这个管理员老汉呢 依稀记得了呀 发现女尸的前一晚 有一辆白色的水泥罐车 曾经在垃圾场外面 停留了一会 这个车子呀 很高很大 而且是白色的 非常的显眼 所以老汉的印象 是特别的深刻 老汉觉得非常奇怪呀 乱丢建筑垃圾 也应该是卡车 而不是水泥罐车呀 怎么会把车开到这里呢 不过呢 老汉呢 说不上来水泥罐车的型号 也没有看清楚车牌 警方可不是傻子呀 根据轮胎分析 这辆水泥罐车 是进口的韩国三星水泥罐车 而且这种车呀 在本市并不少见 高达两三百辆 于是警方开始一辆一辆的进行排查 期间 阿娟就遇害了 而阿方说 阿娟有一个很熟悉的嫖客 是水泥罐车的司机 这让警方 颇为欣喜呀 因为这个家伙 很有可能 就是歹徒啊 警方调出了阿娟 生前手机通话记录 挨个儿就去调查 很快就有收获 有几个电话啊 来自于一个座机 是本区的一个搅拌站 都是在夜晚之间打来的 要为重要的是 阿娟遇害前接到的最后一个电话 也是来自这个搅拌站 民警啊 就赶到了这里 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搅拌站 每天都有数百辆的水泥罐车 来这里等待运输 昼夜不停啊 搅拌站为了方便管理呢 建了几间简易的房子 作为办公室 里面呢 安装了一部电话 根据搅拌站的负责人老张介绍 司机们排队等待的时候 有时候就会来这里打打电话 这里的车辆非常的多 即便是白色的三星水泥罐车 也得有几十辆之多 民警告诉老张 所有电话都是夜晚打的 应该是同一个人 老张啊 瞬间呢 就想起了一些怪事 他回忆说 有一个叫做花文卓的司机 专门呢 是在晚上开车 也在晚上打电话 奇怪的是 只要办公室里有人 花文卓从来不打电话 等到老张上厕所 或者有事离开 花文卓就溜进来打电话 给人的感觉是偷偷摸摸的 当时老张以为 花文卓在外面有情人 只是笑一笑 也没有答应回事 而花文卓开的 就是一辆白色的三星水泥贯车 之所以会觉得花文卓有异常 主要呢 倒不是因为他打电话 而是另外一件事 老张啊 这么对民警说 民警同志啊 花文卓这个人呢 平时有一些窝囊 车子呀 也不好好打扫 上面呢 堆了很多的垃圾和烟头 一股臭味 但是最近几个月就怪了呀 和他接班的司机说呀 花文卓呀 经常啊 把这个驾驶舱啊 仔仔细细的打扫 还用拖把呀 拖的是干干净净 甚至呢 还撒上香水啊 他说呀 他认识花文卓这么多年了 从来没见过他 这么讲究过呀 更没有见过他用香水啊 警方立刻就开始调查了一下 花文卓的背景 花文卓28岁 是这家国有大型建筑公司的司机 花文卓是黑龙江人 18岁就入职顶替了爷爷的工作 成为了一个水泥罐车的司机 花文卓呀 是一个沉默老师的人 从来呢 不惹事生非 工作十年以来 兢兢业业 也挺能吃苦的 他没犯过什么错误 开车呢 也没有出过事 花文卓的长相很不错 五官端正 皮肤较白 中等身材 算是个漂亮小伙呢 总之呢 花文卓在公司里啊 是个普通的 不能再普通的人了 说他连续杀了七八个人 没有人会相信呢 那么这个歹徒 究竟是不是花文卓呢 对于如此重大的案件 不管是不是 抓着人再说 当天呢 民警们就在公司里 把花文卓给扣住了 押送到公安局 随后民警就对 花文卓的家里 进行了搜查 这一搜表紧呢 从花文卓家里的 天花板上的隐蔽处 搜出了一堆女人 随身携带的化妆品 手机 手表 女士提包 巡护机 甚至还有一包衣服 连衣裙 套裙等等 其中啊 部分的衣服上 有着明显的血迹 稍稍一比对就知道了 他们都是那些 遇害战阶女的一物啊 小屋的眉笔 阿轩的手机赫然也在内 如此轻易的就破案 这倒是专案组 没有预料到的呀 但是啊 老刘啊 讲了这么多的 刑侦大要案 很多案件 侦破就是这样 往往就是踏破体系 无秘处 得来 全不费功夫啊 证据确凿 花文卓 倒也没抵抗 坦然承认了 这七起案件 是自己所为 但是 让警方感到震惊的事 花文卓 又说出了 另外的 七起杀人案件呢 警方根据他的供述 找到了七具尸体 其中四具 被扔在同一口井里 而花文卓 作案的频率 也是让警方颇为震惊 从1998年 第一次作案开始 前几起案件 都是一年作案一次 后来转为半年 之后又转为几个月 也许是杀了这么多人 都没事 花文卓 在被捕前 短短三个月 连杀八人 包括 垃圾厂的女尸 粪池的女尸 和阿娟等等 根据警方背景调查 28岁的花文卓 没有任何猎记 在四五年前 和一个四川的女孩结婚 目前 儿子才三岁 那么这个外人 看来安分守己的花文卓 为什么杀死 14个战金女呢 花文卓是这么说的 我就是要报复这些婊子 为民除害 这些婊子 本来就是社会上的垃圾 我杀了他们 等于是 净化社会 民警说 你的意思是 你还是好人了 你报复他们什么呀 花文卓说 我恨 这个群体 这些婊子 是最下贱的人 人人都该杀 我被他们伤害过 大概是七年前 1994年 我那时候21岁 刚刚到长春才三年 有一次 我和我几个同事去打台球 遇到一个女孩也在打球 球技还不错 人也漂亮 打扮得也时髦 我和她打了几句 感觉很聊得来 就互相留了电话号码 她说自己 是本市的郊区人 从小父母双亡 是姨妈养大的 她说 她目前在一家五星级酒店 做前台鸡蛋员 我在长春 没有女性朋友 她是第一个 那段时间 我经常请她吃饭 跳舞 唱歌 所有的钱 都是我花的 她长得好看 又能玩 女人味十足 我对她很有好感 我想要追求她 我向她表白以后 她也没有拒绝 我们就正式交往了一年 这是我的初恋 我付出了很多 当时是九十年代 我每个月 才赚一两百 前前后后 在她身上花了好几千 好几千呢 当时一套高档西服 才五十块钱 不过 我渐渐觉得 她有些不对劲了 她的言谈举止 比较轻挑粗俗 大扮 也不像是普通女孩 明镜说 那她 是战舰女了 华文卓说 差不多 她是暗城 当时叫做女公关 或者公关小姐 不过 我是半年以后 才知道真相的 我每次要见她的同事 她都想方设法的阻拦 我怀疑她没工作 她才说自己是做公关的 她很喜欢奢侈的生活 不喜欢过拮据的日子 长春市有钱的男人太多了 很容易从他们身上搞钱 是赚钱的捷径 那时候 我从黑龙江乡下进城不久 对大城市不太了解 我还以为 女公关真的只是陪酒 陪唱歌而已 最多就是被男人搂搂抱抱 我苦口婆心的 劝她别干了 我说 我可以养活她 她却对我说 你每个月那点钱够干什么的 说真的 不是看你对我这么好 我早就和你分手了 她说她的客人 不是老板就是当官的 说我哪里配得上她 她说 她都不好意思和她同事说 说她男朋友是个开车的 我听了很生气 就和她争吵起来 当时就分了手 没想到 半个月以后 她又来找我 要求复合 说自己决定不干这一行了 去一家小公司 做了前台接待 我去了她的公司 发现她没骗我 我非常高兴 就又和她和好了 我们又交往了半年 我带她见过我的父母 开始谈婚论嫁 谁知道 有一天 我开车路过了一条街 我就看见她浓妆艳末 和一个年龄很大的老头 上了一辆车 我追着这辆车开了一会儿 看到他们手牵手 去了一家高级酒店开房 我本来想去捉奸 但是酒店的人 不放我进去 我就只能 在大厅里坐着等她 她下来的时候 手上多了一块香港女婊 原来她私下里 还在做这种生意 我实在忍不住了 我骂她 你这个婊子 为了一块婊 就和老头子上床吗 她看到我的时候 有一些惊慌 就往外冲 我想去抓她 被酒店保安给拦住了 她当天 没有回到出租屋 后来半个月 也没有人影 有一天 我又去的时候 发现她已经搬家走了 她只留给我一个字条 字条上只有一行字 说穷光蛋还不如妓女 看了这句话 我对她是恨之路骨 同她交往一年多 花费了我数千块钱和感情 结果换来这么个结局 我想去报复她 但是她说 在郊区的姨妈家的地址是假的 我也不认识她的朋友 后来我想起来 她曾经有一次接电话 说过一种方言 那绝对不是本地话 后来 我听一个同事说过类似的话 才知道那是闽南语 看来这个婊子根本不是本事人 是福建某地的人 他一开始就在骗我 他说不定回老家去了 福建那么大 我到什么地方去找他呀 民警就说 那你找不到他 保护不了他 你就去杀别的战监女吗 华文卓说 对 我杀的第一个战监女 是在1998年 当时我已经结婚了 我们夫妻感情不怎么样 有一次 我开车路过长春大桥 突然就看到了我的前女友 就站在路边 我急忙停车 仔细一看 我发现认错人了 这个女人 长脸短发 长得挺漂亮 穿着牛仔短裙 酷死我以前的女友 不过 她的个子很高 而且比较胖 我一看认错人 就准备开车离开 哪知道 这是一个战监女 见我停车 以为来了生意 她就上来和我搭讪说 老板干不干我呀 我听到 她这句下流的话 又看着她那副下贱的样子 活脱脱的就是我的前女友 我的仇恨立刻涌起来 就想狠狠教训她一顿 出出气 于是我就和她谈了个价格 让她上车 开到了郊外的一片玉米地里 民警说 那你拉着她 你就是要想杀她吗 华文卓说 本来我也没想杀她 就是想给她 跪点苦头吃 上车之后我就问她 你多大了 结婚了没有 她说 干嘛 老板 你是便衣警察呀 我说 我是开水泥罐车的呀 你不是看到了吗 我看你像结过婚的 怎么出来做这种下贱工作 别做了 找个工作吧 我们工地就要女工 这时候那个女人笑着说 我做什么 关你屁事啊 我这一行确实下贱 但是 没你们这些贱男人来嫖 我们卖给谁去 大家都一样 然后 她还对我哈哈大笑起来 我听了她这么回答 我心里气得要命 我就恐吓她说 你这么说话 老子就掐死你 谁知道这个婊子根本不怕 还笑嘻嘻的说 来 掐死我呀 先奸后杀都可以 我被她这句话给刺激到了 我上去就掐住她的脖子 她这才害怕了 拼命侦察说 你神经病啊 快放开我 她偏胖 个子高 力气真的不小 不好对付 我看制服她很费劲 就想放开她算了 但是转念一想 这是杀人未遂呀 在九十年代 也要做大佬很多年的 于是我爸心一横 我掐了他两三分钟 就把他给掐死了 民警说 那你把尸体怎么处理了 华文卓说 旁边不就是玉米地吗 我就背着他 走到玉米地的深处 把他丢下去 没想到 我第一次杀人 没有经验 我只是将他掐晕 并没有掐死 他被我一摔 又醒过来了 挣扎着要逃走 我急忙追上去 再一次掐住他的脖子 他向我哀求说 大哥别杀我 说我家里还有孩子 我一听更加生气了 有孩子你还做这种事 贱人 你死了活该 下辈子投胎 你别再做妓女了 随后 我就把他给掐死了 我搜了他的包 里面只有一些化妆品和零钱 我就拿走了他的眉笔 开车就跑了 民警问 那你为什么 相隔一年之后 才杀第二个人 华文卓说 我没有钱客 我从来没有杀过人 这次杀人之后 我特别的心慌 有大半年的时间 我睡不好觉 我经常做梦 自己被压到刑场给枪毙了 在街上开车 我只要听到警笛在响 就以为是来抓我的 紧张得要命 有一次 我们工地失火了 来了几辆消防车 我听到消防警笛 我以为是公安警笛 吓得跳车跑出工地 好在工友们以为我是怕火灾 只是嘻嘻哈哈笑话了一通 也没有怀疑我有问题 过了一年 没有人来抓我 甚至没有人来我们公司或者小区调查 我觉得我和这个战监女并不认识 也没有人看到我杀人 你们不太可能抓住我的 大概一年之后 我又看到了一个战监女 她说自己叫什么小吴 当时我工作和家庭都不太顺利 我心中很郁闷 就想杀她出出气 我跟她去了出租屋 骗她说 我们做个捆绑游戏吧 我给你两倍的钱 小吴也没怀疑 就同意了 我将她绑上以后 立即堵上她的嘴 浑浑的给她掐死了 杀了她以后 我在屋子里面搜了一会儿 拿走了她的眉笔 作为战利品 后来也是一直没有人找我 我就开始半年杀一个 后来一个月杀一个 被你们抓住之前 我三个月就杀了八个女人 民警说 你是不是没长脑子呀 这里是什么地方 你三个月杀八人 平均十天杀一个 这是多大的案子 你怎么敢这么作案呢 而且你为什么敢用工作单位的电话 打给你杀的阿娟 这不是明摆了要被抓吗 华文卓说 我也想过 我不能这么密集的作案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我每一次杀人之后 心里都特别的开心 就像是中了五百万大将 或者刚同天仙美女 睡了一觉一样 到了后来 我已经控制不住自己了 况且 我想我之前杀了七八个也没事 这些妓女 誓死是活 可能没什么人关心 我就更加肆无忌惮了 至于说打电话 我觉得搅拌站的工人多着呢 有几百个人 你们怎么能知道是我呢 民警说 你杀了十四个女人 有没有心软过 华文卓说 还真的有一个 我遇到了一个小妓女 她说自己才十九岁 是刚从乡下来势力的 父亲 母亲和弟弟都是残疾人 说最近家里连吃饭都困难 她不得已 才做了这个行业 赚钱多 卖了自己 我觉得她说话挺单纯的 举止也挺天真的 不像那些 满口无言辉语的战监女 我对她有一些好感 我曾经和她说 我们玩个捆绑游戏吧 给你两倍的钱 她竟然说 什么捆绑游戏 我不懂 不会呀 我就觉得 这个小妓女和其他人不同 是个老实人 干脆把她放掉吧 但是 她并不傻 很快就开始警惕我 不断要求下车离开 我那个时候 心理斗争非常的激烈 我已经杀了好几个人了 一旦被捕 肯定要被枪毙 而这个小妓女 看到了我的样子和车牌 万一我放了她 她去报警 警察就马上能抓住我 我为了自保 就只能杀掉她灭口了 后来 我就用一根铁丝 把她给勒死了 死前 她又是挣扎 又是哭 还大声的喊妈妈 我有些心软 就背过脸不去看她 对她说 这辈子 算我对不起你了 下辈子偷胎 你不要做妓女了 杀了她以后 我搜了她的小包 里面只有一面小镜子 一个小梳子和一支眉笔 一分钱都没有 我就拿走了眉笔 抛尸的时候 我将她的连衣裙 给脱下来 带了回去 民警说 你为什么 每次都要拿走眉笔 和一些衣服呢 华文卓说 我把这些 当做战利品 我杀这些战阶女 就像我们东北猎人 打袍子一样 要留下一点东西 作为纪念 民警又问 你经常洗车 是怎么回事 华文卓说 我后来杀这几个女人 都是在车子的后座上 你也知道 女人死了以后 排泄物 很快就流出来了 弄得我后座很脏 臭气熏天的 水利贯车 我是和一个司机 一起开的 分两半 白天他开 我怕车子有异常 被他发现 所以 每次杀人之后 我都洗干净 甚至 撒上香水 才交给他 民警说 最后一个问题 你杀人就杀人 为什么手段 这么凶残 我们看了一下 共有四个女人 是被你用钢筋 截杆 拖把之类 从下体捅入的 捅破了阴道 插入腹枪 甚至胸枪而死 你们又 没有冤仇 你为什么这么狠毒呢 华文卓说 因为他们脏 他们坏 他们都是垃圾 这种战奸女 没有一个是好东西 杀一个少一个 对社会只有好处 我杀他们 是替天行道 为民除害 他们这么下贱 我杀他们 就是要狠一点 他们是活该的 民警说 活该 你杀了战奸女小吴 是你的黑龙江老乡 死的时候才23岁 他的孩子和你的儿子一样大 都是三岁多 那个孩子有轻微的脑炭 一直都不会说话 直到孩子有病 他的老公直接跑了 他为了给孩子治病 走投无路 才出来打工 后来又去战街 赚到了钱 用来给孩子看病 孩子病情好转 都可以简单的说话了 现在好了 人被你杀了 孩子也没人管了 你这是作孽呀 你小心死后 下18层地狱啊 今天老刘给大家讲 这个案子呀 就是这样 被挨的呀 不仅仅是花门拙 杀了14个战奸女 这么简单 直到今天呢 这14个人之中 仅有阿娟 和小吴的两个人的家属啊 前来认领尸体 其余12个女人呢 连真实身份都没有搞清楚 最终就作为无名尸体 给火化了 也许啊 在一些人眼中 这些战奸女 妓女的命 本来就不是命吧 阿娟在出租屋里遇害之后啊 甚至都烂成了一具白骨 都无人发现 无人知晓 还有什么话 好说的呢 阿娟在出租屋里遇见 这些人在窃盾 我认识 你什么叫 在窃盾 这些人在窃盾